今天呢我們要來玩的是 傳說對決史上最重大的BUG之一 永久無敵 只要你的手速夠快 你絕對做得到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勇敢牛牛 不怕困難 為什麼要選擇牛魔王呢 這個原因是因為 牛魔王有超高的減傷 再搭配你完美無比 單身20年的手速 你就可以做到 這個我已經測試過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土之寶石切換裝備是免費的 傳說對決在切換裝備 給予的血量呢 他是不會收回來的 所以你只要手速夠快 你就可以永久無敵 那使用這個BUG 要注意一個地方就是 除了你的手速要夠快 怕你手磨破皮之外 你要注意一下隊友的動向 我其中有一場玩的最好笑的是 我在這邊無敵 然後對手打不死我 但是我切回來的瞬間 我的隊友已經滅團 然後對手就直接逃走 因為他們也打不動我 我也打不動他哦 沒血的時候 你只要清醒原力 清醒原力 狂切狂切 就可以直接回滿血哦 昨天真的非常開心 頻道四周年 我們創了一個紀錄 除了我們上了 遊戲發燒榜的第一名之外呢 我們同時創下了一個紀錄 傳說對決史上觀看最多人 我們創了同時 最高上限 三萬一千人 同時看直播的最高紀錄 大家鼓掌鼓掌 耶 但是呢其實我知道在活動結束 當然有非常多的檢討 有部分的玩家反應說 他在二服搶不到房間 可是我昨天測試 應該是搶得到 由於昨天人真的太多了 你想想看三萬一千人 要搶一間房間 真的超級難搶 在昨天結束之後 有非常多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老實說有一些玩家 我對他非常失望 他們冒用領獎人的資訊 來我的信箱想要騙點數 他們就截取了 網路上的影片或是資料 就直接說 我是誰誰誰 我剛剛有打敗你 但是馬上就被我識破了 我是覺得不需要這個樣子啊 因為我還會繼續辦免費的活動 不需要 為了這 區區510點 來這邊信箱詐騙 然後我超搞笑 我已經知道他是詐騙了喔 我就寄了一組假序號給他 然後他就說 欸 不過恰恰序號不能用耶 然後我就回他一封信 你也不是得獎者啊 我繼續奧給你要幹嘛 好啦 那傳說對決最近呢 其實在昨天的活動 結束前 我有收到非常多封信 至少是二十幾封信喔 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或是玩家 寫信來問我說 關於TXO最近發生的事件 我有什麼看法喔 什麼是TXO事件呢 就是海牛在7月1號推出TXO嘛 那他跟TXO戰隊之間 有一些 呃 合約上的糾紛 那我只能跟你說 我不想得罪兩邊的粉絲 其實那是他們自家人的事 我覺得大家都很像是 嗜血的鯊魚 你知道嗎 就是一定要看到 有事情發生 你們才會開心喔 其實呢你就只要支持 你喜歡的實況主 他就是帶給你遊戲上的快樂嘛 那他們戰隊之間的糾紛 我知道他們直播來直播去 可能有些證據在公佈來公佈去 我覺得 如果你們一直在專注這件事情 而且強迫別人要選邊站的話 你只會製造傳說對決的分化 玩遊戲 就是要開心嘛 你覺得誰對誰說不重要 不一定要在網路上發表你的看法 你就是 呃 繼續 開心的玩遊戲就好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生活嘛 就是要開心 那個就是他們之間的一些小糾紛而已 好啦 那我也不會回覆這個話題啊 總之就是這個樣子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繼續回到我們 傳說對決的話題好嗎 我已經回答了我的看法 就是 不管我的事 不要再問我了 直接月塔強殺喔 我最近呢 在抖音上看到一個 超開心的影片就是 有人在玩 王者榮耀的牛魔王 然後他 跳出去的時候他就會說 勇敢牛牛 又不放棄 我看到當下我真的快 笑到 整個快翻掉了 我知道有一部分的玩家 可能 非常反對抖音這個東西 我只能說 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非常容易 顛覆性思維 能夠接受新東西的 老實說 我要跟你講 抖音目前呢是 呃 不管是Google Store或是 那個 蘋果的商店 他是目前 非遊戲類下載 第一名的喔 我不是要把他打廣告 只是我自己 有在用啦 反正 他要 有些人會說什麼 他要倒個子 我管他 我一個無名小卒 他倒什麼個子啊 好啦 總之這也是我的看法 也不代表大家的看法 你想不想用 就是 自己用用看就對了 反正現在網路上 分成很多 Youtube派 或是抖音派 用的開心 叫生活就是要開心好嗎 我們玩遊戲 也是要開心喔 不過說真的 TXO這個戰隊 也算是傳說對決的 如果要說傳說對決有 戰隊名人堂的話 他絕對也是名人堂之一 因為他 帶起了超多的話題 超多的粉絲 昨天我在看巴哈姆特 原本傳說對決的排名喔 只有三十幾名 結果海牛一推出 TXO 哇 瞬間上了十名耶 這是很久沒有上去的名次 好啦 那我們就不繼續聊這個話題了 我們就生活玩的開心就好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繼續玩了 哎呀 天啊 我突然忘記 要講什麼東西了 好啦 總之未來再舉辦活動呢 我會更嚴謹的 定一些規則 因為老實說 昨天我真的嚇到耶 我預計最多可能就 五千個觀眾來看我的頻道 結果 我的天啊 三萬人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次啊 撒迦變成了冷凍烤小鳥 讓你吃吃烤蝙蝠的威力喔 牛魔王這個英雄真的是太可愛了 我覺得官方應該要幫他出一個 泳裝派對牛魔王 然後牛魔王跟夸克一樣穿上草軍火 我一定會笑到整個翻掉喔 那這個Bug其實不知道還能用多久 總之就是只要買一個輔助裝之後 一直快速快速快速 快速切換到你手指破皮之後 對手就完全沒有辦法對你們進行什麼 那我們這邊就輕輕鬆鬆 你可以看到對手 完全不想理我 各位跟你們分享一個超開心的情報 因為目前呢 多國伺服器已經公佈了 7月18的傳說日 貂蟬的AI超進化是免費 只是台服目前 還沒有公佈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傳說對決英雄移到貂蟬 現在已經看到AI超進化 下面有一行字就是 7月18登錄送 所以目前幾乎可以確定貂蟬的AI超進化 是免費的 應該是免費的 他都寫登錄送 該不會登錄還要出點才會送 那真的太過分了啦 好啦這是一個 我目前發現的傳說對決的小情報 那今天的情報大概就是 幻影激鬥限時開兩天 絕對有非常多的BUG 不然官方也不會單純開兩天而已 這邊有兩個小眼睛喔 我來一個人守住這座塔給你看 很明顯的是要一個 二打五蝙蝠俠想要強拆 讓這個颯枷直接站不起來 往前衝喔 我來囉 各位 哇 直接被打脫也太扯了吧 我這個就算裝備要出什麼 把鞋子賣掉換個盔甲嗎 哇 這場我的經濟還算是非常高 很難得玩輔助可以 直接出到滿裝喔 當然這個回血BUG 如果你的手速按的太慢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直接走回基地 是會回比較快一點點 當初看到這個BUG 我真的快笑到歪掉 那說不定這個BUG 其實從這個輔助裝出來 就已經有了喔 只是近期才被玩家發現而已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所有的蘇的陷阱都踩掉 要避免他有過多的飾演 喂喂喂 你原地亂丟垃圾 我要去檢舉你喔 他一直丟我一直踩 一直丟我一直踩 完了剩我一個人的嗎 怎麼隊友一直被滅啊 我真的覺得玩輔助真的 玩得很辛苦喔 有時候看到隊友一些超神的操作 你真的會玩到高血壓腦中風 好 這邊呢我們直接治癒按下去 這不就輕輕鬆鬆當一個勇敢牛牛了嗎 哇 我雙殺欸 這怎麼回事 哇 我這個砂鍋大的拳頭 對面被我們滅團欸 各位不要 不要再擋兵了 直接過來 上路推進去我們就贏了 快點跟上我啊兄弟 沒有人要過來 好吧 沒關係 我一個人抗塔應該也是可以了 可是對手又要復活了欸 我直接出第二個大盾牌 我左右手就是要各一個 別人是美國隊長 我是米國牛隊長喔 好 直接颯架衝了進去喔 我被颯架直接 他剛剛被定住喔 不過沒有關係 隊友全部都來了 我直接這邊扛塔 讓我扛 你們直接拆塔 完全不需要 這就輕輕鬆鬆的贏了這場比賽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這一場我扛傷最高 又是一個MVP 謝謝你喜歡我的影片 60萬訂閱 有你有我 加油喔